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俄眉全奇,我们在俄眉山体育馆,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 人场比赛是男子70公斤级自由国际规则的超级战,蓝方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帕斯卡施洛特,红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耀威猜 杨威猜也是第二次来到文汉山体比赛,那次是文汉山体跟TopK一起合伴的赛事,当时打的是纯泰规则,那杨威猜的绰号是残暴之王 可是今天的比赛规则是资论的比赛,所以他最得意的技术,残暴可能在这场比赛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发挥 但是,邀威猜也是在党,也是实力非凡,他1996年出生,16岁的时候就拿到了全场雨量级57公斤冠军和伦毗尼全场雨量级59公斤级的冠军 而且就战胜过花招权王善猜,脸胜通差,而且三胜害过最英的男人兴当 这是体现出非常不凡的实力啊,年纪轻轻的就这么如此好的成绩 今年刚刚21岁 对,而且他平时也打泰国的中小级别选手,真的是高手如云 在这么层出不出的高手当中,他脱颖而出也足显了他的实力 所以我相信,哪怕是没有这个长暴的环节,他这个全腿功夫也是获得关的 刚才几后手的百神啊,射大利城很重啊 看得出来隔着他的对手帕斯卡的手臂啊,还是震到了他手的脑袋 但是他对手帕斯卡呢,刚才这个打的技法来看啊,拳法速度以及拳法的跳发力啊,也是极强 看着,看着! 这个圈黄金带人到今生的位置,互相这个拳法对攻的时候明显看出来,要为财的后续能力不足啊 帕斯卡呢,他是一个对泰拳非常有道义,而且理解的很透盛一个拳人 他不但得了很多欧洲的泰拳冠军,而且他现在就是生活在泰国,在泰国而且有自己的拳管 这拳牌是打法的选手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 上高拳 但是也是清晰的命中了 要帕斯卡 在身高臂战下,篮包选手是占有优势的 但是从这个成绩和资料上来看的这个 要为参与成绩更加显赫 但是又证明这个场上的应变能力以及机会的把握能力很强 可以准备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练势人物 这一轮进攻啊简直闭不透风 这一轮进攻啊简直闭不透风 而且选法的选手啊 什么在不拼的时候 要为参举的大概决定上的鼓势力还是很高的 这个第二回合要为参的小宇宙爆发了 是的 高层 而且要为参这个 这个球技后手打得很远啊 这个球技后手打得很远啊 现在第二回合到目前为止 能防薛手丝毫不占有优势 这个要为参虽然没有了自己非常擅长的长帽 但是单独拳法的这个互相 转化来说啊 也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而且要为参的洗法很合适的在对手招手 招手招手打击的时候会 处理非常及时 要为参这种远续的 主任任务全家一技 体系对 非常奏效 这个プロ club 正的講法 整个全是尹阿ں的长匿 打得非常顺当 洗马加后手啊 这是后手非常的危险 这个要为参确实 是石必非合 2010年 data 不拖一这个典型的一般的赛选选手 要为现在全法打击的时候 他上下结合了 这个交叉技工的意识也非常清晰的 这个TOPKIN的老板现在也坐在前下 NARIN因为是这个 NARIN多次呢 把TOPKIN带到中国来进行比赛 把TOPKIN带到中国来进行比赛 同样的把泰国的一些高手带到中国 也是非常看好中国的国际市场 是的也是一次非常好的一次技术交流 这个PASCA的反应还是蛮很强的 PASCA在这个第二回合都没有打出自己的拳法 自己的风格 是的 我们一般讲啊 在自由国系比赛当中 一般说这个泰国选手的拳法会比较弱 其实呢我个人觉得 这是因为他们的腿法太过于突出了 所以在整个里面的话 他们的出腿的频率会多益拳法的打击力度 但是一旦他们把这个主要的攻击目标 放在拳法上的话 也会展现出相当精准这种技术的 让人贴力度 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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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